马上来到第九场 就是三班千四的屠城 这场赛事的大热门 就是二号的圣言 不过埋门了很多马乐飞 想不到黄龙福将这么积极 更加想不到张耀也这么积极 他两个的积极就完全不同效果出来了 张耀刚刚你田泰安才赢完 后追赢的一队队在前面 为什么呢 看空 然后抢口 他最大问题是看空 他不能看空 你知道马上次赢了 又是耐事 又很轮盡 还说田泰安搞得他行 这场立刻搞不定 马上在前面已经转了 他可能洞悉岛没什么马放 打算报处慢 但是他不能看空 报处是相当慢的 这场早段59秒76 那就更加了 上不抢口都难 万屁省 一放到底黄龙福将 其实前四名都是主动进来 基本上前面那一队是断了仗耀 对 一句不能看空 他有一只很难 当然他有一只都挺难骑的 马大都不是这样跑 看见黄龙福将在这场首1000米 就比第六场四班还要慢 1.29秒 黄龙福将操控步速超慢 放头者胜 其实天池怪合也算很棒 跑这个路程人都知道 还要缩后 还要慢步速 对 把第四 他叫走下去当是省点位而已 突然疾风明驱的状态也不足够 他摆在前一点 又看我这个镜头 其实前自己都是回来的 在这里认识天池怪合 为什么初出来宝藏千四 马大都在想什么呢 如果不是这么慢悲醒 他就在围 可能连马斯在想赢 真是 不过对手就扔得很慢 王龙福将 说天池怪合 他会72分 我想到 尖尖的 很差 对 这些又继续看 他都是这一抽的 他抽到这一边 千四个周围 这只会比较 还是比较紧一点的路程 好 看看第三名的照片 第三名拍到就是乘风明驱 就映赢了晋益善 晋益善也要记住了 其实 第四名 就是5号的天池怪合 刚才提过了 先看看分断时间 这场头段是13秒79 第二段是22秒71 第三段是23秒26 会断是22秒10 这场的总时间 一点都不算快 1分21秒86 好 看到星巴黄龙福将 主动操控报处 一放到底回来 究竟连马斯、罗富全 有怎样评价这笔码呢 我们看看全国访问 其实因为这场 看起来没什么特别 真是放头码 那我们轻磅 我们再谈 如果真的没有人放 我不介意你自己要放 那变成是 他真是 部速掌握也好 第二段 你看到22.71 是很慢 那变成了 就是凭轻磅 是达到他们的 叫做真是 骑士功劳 其实他也是很年轻 变成是 他是第一场赢 都赢得很厉害 接着就开始要背重磅 背重磅 变成是对他来说 是辛苦些 因为他也是1050磅左右的码 那到现在去上一班轻磅 他就会轻松很多 就是鱼式重磅 我们来看看 其实这场赛事 有些马可以跟进一下 因为好像进益线 其实他拉斯的时候 他重得不错 浩然 他这么久没有跑 还要 今天步速 刚才也说过 59秒76 就是三班有几空 见满到这样的步速 追条街回来 虽然哪场莫及 但是如果你计算 还有他所处的赛事的不利形势 还有他这么久没有跑 这场是收货的 能力也不用担心的 要担心健康 你最重要看他 然后操得回 正常操练 这些马根本 很能力的 这些路程都两变两桥 是啊 但是想不到 仗要下次马上 如果没有马 盖着他 没有遮挡 好像6号拉斯直路 就一样 这些都未必马上 这些可能是跑上才好 你想想第一场就赢 接着隔了几季 first up那一场就赢 接着跑不跑也不知道 他赢了第一场到第二场 隔了几季 他的跑不回是可以很长时间 这个才是比较大问题 我们怎么那么惊 看到那些玩具达人就是这样 不知道何时跑得到 是啊 这场赛事 大概都要前置马回来 所以大家猜猜一下 胚醒 猜不到就前四回来 事不宜次 我们又看看尾场 有什么沿路马匹走势去看 尾场就是第十场 二班前六的中距离赛 大严门十几元 上飞上涌 还没赢就升班 刚才那只黄龙福将 都叫上季未跑过第四 就加他两分升班 这只没赢就升班 但是预计是很形勢的 没赢升班 可以打到十八元 最紧要是未赢升班 不要紧要给他一档 不是神之水敌的档位就可以了 主动点 那部是胜利威龙 胜利威龙真的那千六都挺好 电视抢口抢到现在第三位 是否全都看了呢 其实他虽然说组织抢口 但他也发得挺好 这样抢口也还有个位置 第三名 在前面那四位的马 有三只回来 就是三甲马 是的 不过胜利威龙直路 你可以看看他有点外闲 是的 每个人一看到田大安 那无端端外闲 莫雷拉涉上来 有很多疑问 又想了 又想不想好呢 又想了 怎么会捉捉出来 放了他身边的位置 整个人这么神奇 好像让一条路给他 有位置就行了 刚好而已 我真是被他偷偷的位置上来 其他天使虽然有些抢口 但拉斯第三 超级军团会不会加程很少 看来非家不可 是的 看完美场的分段时间 透段24秒40 第二段22秒99 第三段23秒54 每段22秒71总时间 1分33秒64 这场赛事其实都是大二门化回来 尤其是 我估不到十一常拼常拥 这些不半球马 今次就 在莫雷拉涉下 升班都交得好表现 上一季 以欧洲马来到香港 这么快 去三班 什么重绑 是一再有威胁表现的 赢也是值得的 不过今次 因为始终是升班 对手是强了的 实际上 只不过一档加上轻绑 加上莫雷拉 最重要就是加上 在没路的时候出现条路 不然未必赢得这么容易 今次董事都很聪明 懂得去查问田泰 为什么你那里走出来 给了个位置里面 有没有问题 看过田泰解释 觉得都合理 马自己扔出来 不是他特地推马出来 开头都贴得硬 贴蓝都贴得硬 上轻上忧 有点运 前面的马自己移了出去 知道马迷在想什么 去查问他 大家的气都信很多 对啊 大家要踊跃一点 特别在马迷讨论区留阿妍 有跟进的 要跟进一下 好了 其实这一天的赛事 我们都有几匹马 是值得跟进的 首先加给卡山 卡山在第二场的有主意 这次马金场就得不错 那场就推翻了一切数据 通常三岁马 十一月开始赢得很厉害 那场一对三岁马 就包办了Q 有主意 其实赛前我也知道 数据对他不利 三岁马贵流插班初出 但因为他早上试习 觉得他进步得很大 忍不住 他摆住的碟子里面 其实都不预期 他上得到名 但结果他真的跑得不错 跑给今季热了身 那只从早成名 从早成名就赢过了 其实从早成名都比较生 那这只有主意 如果看他今季 季内初出 插班可以跑成这样 一定是今季进步的马 罗虎串 现在的马都开始来 很快就可以跟他赢得了 另外我看到豪然是选一只 进益线 刚才你也问我了 透露了一些 其实有马迷朋友问 也叫我评价这些马 刚才其实也说了 两点都是重复 因为第一 他真的搞了很久没跑 而且这场马的组断步速 非常之慢 而且要留意一点 因为这场马 他报名的时候 他不是马房第一选择 而是第二选择 其实审习成马房 虽然都有 偶有 马房递选择 是跑得比第一选择好 但今场来说 不单止有这样的部署出现 兼夹就是说我们看到最新线 末端是做到21秒9几 这件事我觉得 如果这么久没跑的马来说 就很厉害了 上季他赢过帐盒 轻松赢的 帐盒上到三班 是上到名的话 这把三班一定够跑 抹下他 阿聪得这么厉害 至于我 我选择第八场 加州一宝 其实早期 都和卡生 有评价过这只马 莫雷拉 没有最后跑这只 交给潘明辉 但想不到这只马来 第一自乱得尼 他会交到这么好的赛绩 下次赔就未必是这样的了 特别其中一个卖点 63分起步 可能评分上有很多水 不妨留意一下 至于其他的赛事 如果想重温的话 一定要上www.hkjac.com 重温一下 还有记得上 马微讨论居住留言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 又差不多了 下期继续 赛后你怎么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